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保护在野党 不是保护NGO 是保护所有的人 包括在自政党的人物 只要他有一天跟当权者唱反调的时候 他都会面对付 所以我们要求一个公平的制度的时候 他是善待于所有人 而不是只是要让公民社会有多一点的声音 所以你这样的呼声有办法打动国阵议员跟你们联成一线吗 国阵议员或者是国阵的支持者必须要认同国家有难 匹夫有责 当国家面对大难的时候 谁都不能避免 所以今天我们要求的不信任动议 不是换政府 只是换首相 那么在野党也认同说 在换首相之后 新的首相人选应该还是来自国阵 因为他们在国会里面有多数的席位 只是我们要求一个新的局面的出现 必须要有更加多的跟在野党的配合 让我们可以共同的渡过难关 经过这个过渡期 然后在下一届大选里面 才定谁佛成 谁有这个权利 所以如果这个动议提出来 你有多少把握 他可以通过 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我相信马来西亚的国会议员 不管是在野或是在操 都是有理智 有良知的公民 所以我不相信单单用威权或者是金钱可以收买到所有的自政党的议员 我相信要有23个到25个国会议员 有这种旧国的意识 应该是不会不可能的 23个 不是很小的数目 不是两三个 23个 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你们其实心里面有一些人选吗 当然我们希望今天在公众场所里面 提出一些很多批判的声音的在操的议员 可以参与我们投这个不行的票 好像十个都没有 好像都是退下的零粮食啊 没有投票权啊 我们对这个我们必须要给予我们的议员一点点信心 今天我也很认同这个竞选员 就是代表你的选区的选民 你只是政党委派 你的责任是对你选民 而不是对你委派你的自政党 今天遇到国家的这个危机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放弃党派的不同 我们要以整个国家的利益为主 那么救国要紧 所以我想呢 在野党很愿意的把我们自己的各自政党的利益排到一边 而把这个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那当然很多人说 经常有一些审视我们的反对党的支持者讲 把那些留到下一届大选啊 对 有些有这样的说法 很多这个丑闻啊 有很多课题可以唱啊 为什么你要改天换掉 他是你们最佳主选员 是啊 他可以帮我们助选 当然我们说以在野党的利益来说呢 这个我们可以考虑 但是现在我们要想回来 今天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政治 不只是一个政治的危机 我们也面对到经济和国际形象 和种种的社会问题 很好啊 这些议题全部加在一起 对你们不是很有力吗 而且在这个社会上 种族的那种种族课题的矛盾 不断地吵着它 我们不要面对一个局面是 不可以回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的经济掉到一个尾骨 不能即使我们到下一届大选呢 我们中选也不能起死回生的时候呢 或者是把种族之间的关系闹到很僵 甚至会产生冲突的地步的时候呢 我们赢大选没有意义 所以我觉得在野党也要有一定的 这个比较超然的道德观 我们不能单单只是为了选票 或者为了迎戏 而隐瞒而不谴责这个什么罪恶